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个新项目 这个项目之前应该是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项目一直想给大家发的是这个 因为之前那个版本 对资源的消耗太大了 所以一直没发 今天呢在网上找到了另一个版本 它这个版本呢做了很大的优化 具有很高的这种使用价值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最近这个sorry也开放了 估计很多人想玩啊 但是这个 注册信号注册不进去啊 所以咱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项目 它跟那个sorry这边的用途差不多 就是通过文字 然后来生成这种对应的视频模型 效果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生成的效果 下面呢当然是它这个提示的文字 它这个项目我试了一下 它是这个 你的这个提示词 尽可能的详细一些 越详细越好 如果太简单的话 那么可能得到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下面这些人就不看了 直接看项目吧 这个项目优点 缺点非常明显 缺点非常明显 有点大 19.6G 然后解压之后呢 这边下面我们找到它的启动文件 这个文件很多 应该是在下面 这儿啊 点一下启动 它这个 版本的做了很大的优化 做得非常好 然后这边呢 它提供的主要是这个显存的占预模式 它提供了三种模式啊 呃就是最开始的是应该是16G 所以我一直没给大家发 因为我这也跑不起来 这个版本呢 它做到了这个2G 还有10G 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2G的我试着它确实可以 就是效果可能列有些差 好然后我们看这怎么使用 呃其实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我们直接看效果吧 因为这玩意儿 我相信大家看也就明白了 就不多说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在这边啊 我把它这段话直接考下来了 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直接点那个开始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 它这个加载模型是比较费劲的 加载模型的话大家需要那些等下了 可能得好几分钟 如果6分钟 10分钟差不多 但是运行还是比较快的 这边大家看到了啊 这个模型加载完了 需要点时间 这个时间花了12分钟 还是比较费劲的 那么这边呢开始运行啊 这个运行速度挺快的 看一下实际的占用 这个 显存的占用大家看到了 1.8 2G左右 所以这个项目的使用价值非常高 几乎所有的显卡都是能用的 当然这个前面这点时间 没有办法 而且它这个模型挺大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 内存小的话 可能 上面这一步就卡住了 如果大家内存不够的话 这个可能过不去啊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我们等它完了看看结果就行了 他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导致参考图 这边呢又说明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给它 导入这个图的话 那么就是文字 生成视频 如果选择了参考图的话 那么就是图片生成视频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也不就不给大家试了 行那我们这边不等了啊 我之前 已经做过一个这个视频了 直接看一下结果吧 关掉它 这个是之前生成的视频 大家看 视频没有任何毛病 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有点糊 因为毕竟咱们使用的资源比较小嘛 能说这样的效果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好 我们今天就得先 大家自己试吧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